火炬设计是最激动的那一刻 应该是说当运动员举着这个火炬 跑进那个煮会场 对 然后他当时肯定是万众瞩目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他同时就到煮火炬塔去点燃它的时候 那你当时的那个自豪的感觉肯定是 我觉得语言是很难去形容的 应该是这种感觉 那至于说是怎么方式点燃呢 其实我自己也想了一想 当然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 那我觉得有可能说是运动员通过一个雪道 一个滑道可以从某一个地方滑下来 之后飞跃起来 然后去点燃一个什么东西 是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我当然我觉得技术上的操作的困难 应该是非常高的 如果说是冬奥它是更年轻 更动感的 更面向未来的 那我觉得就是我们这次 好像那个口号是一起向未来对吧 那我觉得它一定是会有一个 比较创新的点火的一个方式 我也希望是这样子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